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在06X服务器上 网站开发需要用哪些技术 主要是分为服务器 后端技术 数据库和全端技术 首先呢 需要一个服务器 也就是web服务器 通常呢 用web服务器呢 比如用 使用加码的 有Tomcat PSP的 有Apa7 还有其他的 这个服务器呢 只能是指转件服务器 不是指硬件服务器 就是说 你需要有一个 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软件 这个东西通常 叫做web服务器 就是你所写的后端程序 以及前端的程序 都是部署在这个服务器上 有人就会有点慢慢 为什么前端呢 也是 程序也不处在服务器上呢 因为所谓的前端 是指相对用户来说的 所有的程序 后端的 前端的 都是在服务器上的 前端的呢 是也通过 人家访问的网站的时候 他最后呢 生成出来的那个东西 发送到 客户的能量器中 也就是中复看到最终的内容 这个就是所谓的web服务器 就是 你的软件要运行 在这个里面 在web服务器呢 就负责进行 请求 请求和回应 就是 通常称之为 attp request 和attp response 就是 网络的请求和回应 现在呢 我们说下一个 后端的技术 后端技术呢 刚才如果是你用java的话呢 在web服务器呢 一般是用t2e 要用apache呢 一般是用php 这种呢 是制止的 java是一种成员员 php的一种程序员 t2e呢 这种框架 php呢 也有些对应的一些web的框架 也有很多 看你分框架也是可以的 再说一下 用t2e呢 比较笨重 就是实话实说 t2e比较笨重 他呢 说实话 就是 运行起来 如果你是相同的服务器的硬件 硬件的 相同的有服务器的硬件 你用java做出来的网站 访问起来就会慢 pxp呢 就会快 其实呢 大部分网站都是用了psp 有人说t2e比较安全 这个东西呢 我说呢 pxp以下很安全 这么说吧 就是真实的比较 就是这样子的 大家还知道windows方面还有什么asp 这些东西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 数据库 数据库呢 就有很多种 大家比较熟知的 有oracle 还有开源的这个suckle 对吧 还有很多 我这里呢 就不在意一链局了 说一下 主要说一下这个数据库的作用 数据库的作用 就是存储数据用的 就是你后端程序 其实主要的做目的是什么 就跟数据库打交道 怎么区分是后端和前端呢 前端呢 一般不跟数据库打交道 后端呢 用psp 那些东西也是跟数据库打交道 所以呢 用户的请求这些东西 经过一些数据处理 这个东西要存到数据库里面 如果存的话呢 数据就丢失了 对吧 他就是用来做这个用的 那么呢 你要我们平常我们知道 你的数据要想不丢失怎么办呢 要存到硬盘上 那要写文件的方式 那就是比较效率就比较低 那个数据库也能为出现 数据库的出现就是为了 数据的存储的效率更高一些 采用他这种数据 数据库的方式 数据库本身也是个软件 这个数据库的作用 这方面呢 就是存储数据的 读取数据的 你的数据要存在那个地方 其实整个软件的整个处理过程 不管是你做网站 做其他的 其实最终的都是在处理这个数据 对吧 都是在处理这个数据 都是把数据从一个种形态 加工成另外一种形态 就能把存储下来 使用的时候呢 再拿去取出来 再做成其他的形态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接着说下一个 前端的技术 前端的主要是有atml 加了script 主要是这两个 它是一个基础和基本 又有它而紧生出来的 有很多的有一些框架 那么script就引生出来 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前端技术用这个呢 就是跟你浏览器有关系 浏览器使用的就是这两种东西 所以前端技术呢 这个东西 做网站的时候 它并不是写到前端上 它也是放在服器上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写到服器上 只不过呢 最终呢 这个东西是跟页面有关系 展示出来 所以叫做前端技术 就是从用户请求完之后 请求到你服器之后 你服器响应回来的东西 实际上是stml 浏览器 这个东西呢 进到你浏览器里面之后呢 你的浏览器可以识别这个东西 你浏览器给你展示出来的画面呢 就是根据这个atml和javascript 展现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前端技术用的是这个 因为这个atml和javascript 它其实是浏览器的语言 就是你的浏览器 大家不把浏览器当作一种软件 那么因为你的电脑出来的时候 它就自带的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你没有意义 但是它其实和其他电脑上 后来你在安装的其他软件是一个性质 它都是一种的软件 它都是一个软件 这个浏览器呢 它有自己的这种内税API这种东西 它所使用的语言呢 就是atml加script 加script是处理动态的 数据可以进行处理的 atml展示 这个页面是什么样子的 控制页面格式 这是一个展示的内容的 是这样子的 那么今天呢 主要是跟大家粗略的说一下 这个开放网站需要用的哪些技术 哪里需要这么多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去部署一个 那个呢 你用wordpress或什么呢 你感觉弄两下就出来了 那个是因为你用的应该现成的 是这样子 整个一个开发一个网站 你兼顾的就使用这几种技术 好的 谢谢大家 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 谢谢 谢谢